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农亚气氧 我是主播婉婷 今天的台湾上空水气还是明显偏多的 因此整个台湾天气都是属于多云 尤其有一些地方还是有一些局部的零星少雨 但是到礼拜六之后 整个天气就会慢慢的回稳 水气也会慢慢的减少 逐渐转为偏东风到东南风的情况 但是在山区要特别留意 可能会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发生 而从我们台湾放大来看 可以看到今天的水气还是明显偏多 尤其在东北风的吹拂之下 整个台湾天气温度都是明显偏低偏凉的 尤其在中北部地区 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温度的部分 找出完各位朋友 记得一定要多带一件衣服咯 那在随着偏东风到东南风吹后 整个周六的天气就会逐渐慢慢的好转 但是在东半部地区水气还是明显偏多的 在山区的地方也要特别留意 可能有午后乐对流发展 而在相对的在西半部地区 就是相对稳定的天气 而且温度都会慢慢的回升 太阳也有机会露脸咯 那从未来四天的雨区分布可以看到 在东半部地区水气还是明显偏多的 在礼拜五的时候 山区的地方可能会一些乐对流发展 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 在山区左右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 小心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雨势发生 那在西半部地区就在四天 未来四天天气都是相对稳定的天气 大家可以无妨外出走走看看咯 那今天的天气重点为大家整理一下 可以看到在负面逐渐的远离 降雨就逐渐趋缓 因此在周六之后天气就会慢慢的稳定下来 但是在东北季风比较强的时候 沿海风浪还是比较偏大 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海上的强阵风 那在中北部的温度还是比较偏凉的 大家找出晚归的话 记得携带一件衣服以免感冒着凉咯 另外在海上这个梅花的台风 它是逐渐远离点落当中 因此对台湾是没有影响的 那来看一下今天的农民云木小叮咛 要特别提醒大家 因为今天最近的天气还是相当的不稳定 封面一波一波接着来 因此在这个水道的话 要特别留意隧道乐病的情况 还有围乌窟病的情况发生 另外也不要过量的使用这个淡肥 它会使植株的细胞比较柔弱一些 那会使病原菌容易侵怒 那这些资讯提供给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